根据该博主的文字描述 是你的两个重点高中抢夺一个尖子生 该尖子生提了一个要求 女朋友的分数不够上重点 但是我们两个必须上同一所高中 然后有个重点高中直接当场配板录取两人 博主表示会跟进此事 所以你为什么上面两个重点呢 对象没选好 7月5日 四名其先生骑电动车送儿子上学的时候 刮剩了黄先生的宝马车 因为找到车主 秦先生留下这条表示会承担相应赔偿 经过宝马四页子店评估 准利费在1900左右 了解到秦先生家里困难 黄先生表示算了 但是秦先生坚决要赔偿 因为是他刮的 黄先生表示邀请秦先生来公司上班 以赔偿黄先生的损失 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特别是夏天吃西瓜 来自一媒的报道 有个村庄附近是老虎保护区 7月1日 一具55岁女性尸体 在村庄附近的田野发现 单身衣服的碎片 在一公里以外的老虎保护区被发现 通过警察调查发现 尸体被人移动过 在收集到证据后 村民被起诉 村民说 撕尸坏者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自己主动送死的 因为当地有规定 如果是在保护区外被老虎吃掉 遇乱者的交数将获得巨额赔偿 7月4日 贵阳一男子报警称遭遇抢劫 并被人用刀锁伤 大量朝铮后 民警发现 是该男子工作压力太大 以为受伤可以不用上班 才自杀大腿假报警 所以上班比挨刀还痛苦吗 该男子大腿缝了五针 居留五日 罚款200元 不算坏消息吧 起码你可以有五天的时间不上班了 在拉斯维加斯机场 有一只受伤的急娃娃 身边还有一张字条 大概意思是 狗狗的女主人遭受了男友的暴力 但是又付不起狗狗的航班 女主人不想离开她 但是女主人没得选 狗狗的头部被打肿了 需要一名兽医 最新消息 小狗被收拾所救治了 这里希望狗狗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归属 祝君 大中午了是不是很想睡觉啊